夜男流进藏仪设的车子,偷走要捎给往生者的西装还穿在身上。 图警方提供,分享。 桃园夜姓男子平时无所事事,日前在桃园病医馆附近金黄石,发现一辆藏仪设的车子没有锁,偷留上车搜刮,夜意外发现一套前进,整齐的西装,没多想就偷走穿上, 直到藏仪设人员惊绝,原本要捎给往生者的衣服竟遭窃报案,警方随即逮捣夜意窃盗罪嫌疑送真办。 桃园警分局指出,夜,55岁,工作不稳定,有多想窃盗前科,常四处奸晃游走,当天一早八点多在大友路附近巷子,发现一辆车未锁,里头虽无财物却放了一套西装,随即脱下身上雨衣, 就衣裤,换上灰色西装外套,黑色长裤,赤脚在路边徘徊。 藏仪设人员回到车上时惊叫遭窃,立刻打电话报案,并向警方说,被偷走的西装是往生者生前喜欢穿的衣服, 正准备要烧给他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穿,没想到竟被偷走。 警方寻险一个小时就抓到夜男,而且身上就穿住着剑鼻挺的西装,夜也白口莫辩,他坦诚行切, 还说西装穿起来很合身又舒适,但被告知衣服是准备烧给死者的,夜起初先是愣了一下, 但随即又掳出不以为然的态度。 藏仪设人员也说,受此遇到往生者衣服被偷的情况,夜的行为让他们感到又好气又好笑。 由于附近监视器拍下作案过程,夜当时也身穿偷来的脏物,警方训后仪切到最前将他移送桃园的检署侦办。